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建議在本草案第九條之簽證技師部分 增列採礦工程及水利工程兩類技師 以求更為周園並得有足夠人力來承接未來地資法通過以後 全國的工作量 依照目前依法登記職業且受有地職專業訓練之技師 應該不僅僅只有地職大地工程期土木工程這三類 根據這個考選部 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 與地職相關的技師 應該除了本條文所列三項以外 應該還要包括水利工程技師及採礦工程技師 在經濟部去年12月8號召開的地職法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當中 其中我們經濟部的礦物局代計證 也一再地表示 應該將採礦工程師的這個 納入這個技師的範圍裡面 另外在本院法治局的地職法草案評估中 也一再地強調 一再增列採礦工程及水利工程技師 所以以上綜合各界的這個意見 本席建議 雖然說在我們的本文裡面 有一個除了三項工程技師 或依紀師法規定得執行 地職業務之技師辦理並簽證 雖然有這個但書 但是已經很明確的部分 我建議說這兩個技師的資格 直接把它命令在這個條文裡面 這樣會比較清楚 謝謝 謝謝